本视频主要介绍JoconFly几种剪切的实现方法 首先我们通过点击数据起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数据的基本属性 在这我们可以使用我们的剪切工具 也就是我们的裁剪工具 选择我们对应的裁剪工具 通过拖动这个框口 当然我们也可以在二维视图中对应所需要的位置 可以进行拖动 当我们发现这个下方的横条挡住我们的视线时 在我们之前的课程中有说过可以在场景视图属性中 选择显示图属来将它隐藏 这是第一种方法进行裁剪 要注意的是在展示效果中一定要选择Clip才会进行裁剪 当我们取消返选的时候 那就意味着我们只选择了框 对框内进行了一个剪裁 而不是对框内进行剪裁 当我们完成剪切之后 请注意选择锁定 不然框口这样就会 我们的框口就不会发生移动 当我们点击中间的圈 我们可以对框进行平移 点击鼠标右键 用鼠标的右键点击我们的数据集 在这有个剪切点击剪切 点击应用 这样我们的新的数据就会生成在我们数据集中 隐藏当前的数据点击显示显示所有的隐藏我们的裁剪框口 显示我们的新的数据 这样就是我们裁剪过后的数据 这是第一种方法实现我们的裁剪也比较简单 第二种方法是通过我们的裁剪工具进行裁剪 我们可以通过使用长方体 胶囊形状 或者圆柱形 使用平面或者球体进行裁剪 现在我们来展示 如何使用胶囊进行裁剪 需要注意的是在这我们可以选择我们所需要出你的数据集 这个是为了更完全的展示我们的文件 我们可以对文件名进行修改或者通过拖拽 我们把文件名分别改成1和2 我们对2进行裁剪 我们对2进行裁剪 因为当前显示的是2 所以我们要打 当前显示的是1 所以我们点击1 选择Clip 大家可以看到这样中间的部分就可以裁剪掉 我们可以通过 我们可以通过在二维视图中 选择我们的数据集进行旋转 放大 平移 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反选的方法 只选中内部的区域 鼠标右击我们的这个胶囊 我们删除我们的第一个数据 锁定我们的交流 这样我们的交流就不可以移动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 在我们数据的处理的过程中 然后我们要隐藏我们的这个 现在这个是移到这个工具当中 熟悉 下面我们来讲第三种方法 注意的是我们可以使用 我们可以使用同样可以使用 我们的方框进行裁剪 包括通过移动方框 对盖数据进行一个裁剪 在我们的方框中 在我们的方框中 也就是在我们的box中 实际上是有一个 我们可以数标右击 在这有一个 在这有一个create create a struct create 或者extract create 我们选择 我们选择 对象选择为1 隐藏原来的数据 我们可以发现 这样我们的数据 就以我们的box 形成了一个 剪切 可以进行此操作的 只有box 其他的是不可以的 平面同样可以进行剪切 下面我们来讲一下 第三种方法 使用平面进行裁剪 在我们的数据的 控制面板中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可视平面 在这的颜色分别对应了 红色 蓝色 和绿色 我们通过使用 选择 例如正式图 在这对应的绿色 显示 该平面 我们可以 选择该数据 点击Clip 就完成了平面的裁剪 但我们如果是选择 需要这一边 同样可以进行反选 完成一个 形态学 形态学的分割 当然裁剪最好的方式 还是通过我们的box 或者是通过拖动我们的box 方向进行裁剪 更加方便 这就是 Dragonfly 使用 裁剪的 几种方法 当然通过 这些方法的使用 也可以对Roy 进行一个 数据上的裁剪 我们来展示一下 我们来展示一下 首先我们选择一个Roy 定义它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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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需要改变一下 我们需要改变一下 我们数据集的名字 拥有改变一下 我们对R 进行一个 使用box 对R 进行一个裁剪 Clip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一个对Roy进行的一个裁剪 当然我们相对应的我们同样可以进行一个盘旋 如果我们想使用Roy进行添加也是可以的 选择数据集2 添加是不可以的 添加可能是 添加是不可以的 只可以进行一个 在已有的基础上进行一个 Roy的移除 充许 同样我们可以用其他的工具 同样我们可以用其他的工具 隐藏我们的这个骄傲 这样就完成了一个ROI的裁剪 这就是主要的一些方法对ROI使用裁剪的一些功能可以达到一些效果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式在后面其他的课程中我们也会设计 谢谢大家